英格蘭捉重杯来到四强 不惊不觉,球贵也来到尾端,捉重杯 当然也来到四强,联赛来到尾声的时间,捉重杯也差不多了 昨晚又踢了第一场四强的比赛 上季的冠军曼城为免身份出战 他们都四强,对着车路士两支英超球队 在温布莱对决 这两支球队应该是两支Big Six 应该是大战来的 但是车路士近这两季的成绩就令人失望 本身是大战的气氛反而没那么浓烈 但是这么说,两队碰头今季永远 不一定是哪一队赢得硬的 因为两次主客两巡环的联赛 也是打和收场的 所以车路士对着曼城又未完全说没着 反过赛前更加觉得 有些球迷人会觉得 不是呀,肥袍似乎对哥迪奥娜的战术有些办法 有机会搞定曼城的 有机会这样赛入决赛 车路士当然也希望可以赛入决赛 赢得竹总监,因为正如所说 近两季他们的成绩 表现那么令人失望 当然是如果能绑到竹总监 那又发达了 绑到竹总监的话 起码有所交代,有个杯绑一下 今季联赛杯入决赛了 但公规一季,输了给利物浦 出决赛杯来到四强了 只要过到曼城 没有可能进入决赛 所以有些球迷人会觉得 肥袍似乎有这些机会 可以搞定哥迪奥娜的 不是说一定曼城正在赢 加上 曼城 刚刚在欧联 输了给王马出局 即是历战之下,射十二马 输了给王马 已经出局了,又遗免失败了 会不会 几天之内 连续两项比赛都是遗免失败呢 大家有很多球迷都想看看 这场球赛 踢下去 老实说 不算太好看 不算太精彩 双方都比较 不算 绝对不是斗工 但是最终赛果当然要分出胜负了 现在终于一杯特别来到 四强就更加没重赛了 这场球最终就是曼城赢了 84分钟 当时曼城在左边有些攻势 然后迪布尼 一个叫做 碟瓦 压到底线 然后 把球捕出来 左脚按下第二波 然后 车路线的门上拍到域 其实一脚就撞到困堵 就双回来 近处 但是双回来的时候 刚刚去到远处 布尼德斯说 就空了 无人看管 空了只有一射 这样就射入 全场唯一的入球 1比0 最终这场球 曼城1比0 赢了车路士 成功 煞入决赛了 连续两季煞入决赛了 还有保持着 卫免的机会 进入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哪一队 将会是另一场四强的胜方 也就是英冠的高云地利 也就是英超的曼联 到底会是哪一队 上季曼城在决赛就正正是赢了 同事死敌曼联 会不会连续两季 都在这个曼士打比 上季还说 历史性第一次终总杯决赛是由曼士打比 上演这个曼士打比 会不会就不上演 一上演就连续两季都来了呢 还是英冠的高云地利 做巨人杀手 早到尾了 去到决赛都 要杀入决赛对曼城呢 大家拭目以待看看 但是 一句都说完了 曼城有本决赛 但车路士就 没办法了 最终真的 都是要四强止步出局了 今季就想 叫做 看看能不能拿个杯 从而 晒入欧洲赛 那就没办法了 sorry 不成功了 看看双方今场的阵容 曼城那边 戈迪奥拿 又排过4-1-4-1 努门就是奥迪加 后防又有智座 基尔获加 史东斯 艾简治 还有艾基 防中 用诺迪 他最信德国的诺迪 然后 四个中场 分别就是 贝拉道斯华 科顿 迪布尼 以及基利殊 精尖头 艾华利斯 那边商 车路士 阿肥普 保折天劳 排过4-2-3-1 努门就是帕杜域 后防又有智座 古斯图 查鲁巴 泰亚古斯华 以及古古里娜 防中就是用卡斯道 拍着安苏菲南迪斯 三个中场 马杜基 高尔扒马 和干纳加力查 正战头 杰森 尼古拉斯 曼城那边 由于夏兰 夏兰特 这场球就受伤了 正选后备也没有 所以 用了艾华利斯打正选 正战头 后备值了什么球员呢 后备值了杜古 沙治奥 高尾斯 马特奥先 纽尼斯 Rico Lewis 加华道 高华锡 阿波 艾达辰 和 努宾达 阿斯 这一堆 坐在后备值的后名 至于车路士那边 车路士那边 巴迪阿舒利 梅特力 卓古密卡 斯特宁 赤维尔 赤维尔 迪沙斯等等 这些球员就在后备值那边 其实一开球 车路士阿肥普一如所料 有个防范 先球稳守再憑着一个快速反击 想着这样对抗 抗衡之后 这是曼城的 这件事也是 老实说 过往肥普对着曼城 为什么经常说有些计划呢 因为他教的球队 只要对着曼城 在防范那方面 周恩德 也挺好的 使得曼城 似乎 不是那么容易咬得入 这场球 曼城 上半场 算是 一直很多时保持控球再脚 奈何 控球再脚 甚至有些攻势 但是反而 可以说 几格虚骚扬 如果以上半场来说 车路士在防守方面 这场球其实值得一赞 是严密守得挺好的 在这中间用了泰亚古斯华和查鲁巴 查鲁巴 开球之前大家看到他 哇 糟糕了 查鲁巴 死定了 有泰亚古斯华在旁边看着又怎样 查鲁巴一向都被人感觉 踢中坚又不是稳固 所以这些大战出他 今季又不是多上阵的机会 今季这场大战又出他 会不会又舔东西啊 会不会舔东西啊 但是不是 查鲁巴这场球 踢得是不错的 在防守方面 和泰亚古斯华阵守着中路 基本上 一对杂位 加上古斯图 和古古利娜 再加上防中 安素和卡斯顿 这六个球员 不算龙门 四个后卫加两个防中 他们在联系方面和企位方面 今场球是做得很出色的 很出色的 不会说给太多空位 就算让控球给你 给你曼城 对吧 你曼城喜欢用球就给你去吧 车路士今场球最主要就是 防守 防守到位 遮线也好 或者一些球员 做一些迷身的 拦截 其实所有东西都做得到 波道人都做得到 甚至乎遮战也好 都做得到 上半场 亦都令到 曼城 不是 那么有优势 中场 运战居多 中场运战居多 其实是 所以 车路士今场 但是防守其实是不差的 就算下半场 下半场曼城 明显 真的想加强 进攻压力 但是似乎也不太奏效 因为车路士 当然了 除了车路士的防守方面 曼城某些球员的状态 已经是一样的 例如迪布尼 这个最明显 当迪布尼的 那个状态 下滑之下 不再状态 不是在最佳状态 其实曼城的进攻 是大打折扣的 这些质素 今场波迪布尼 无论在 比波方面 就真的 不是我们平时见开的迪布尼 水准以下 其实水准以下 虽然进入那个波 真的是关他事 他压下去再传出来 但是 其余时间 你看到迪布尼的状态 其实也算 挺平庸的 他也算是一般 影响到的 还有就是 即使贝勒导斯华拉 进入了波 但是 上半场有 还是下半场出来的时间 也不是十分突出的 再加上 科顿也很正 大艾华利斯才正 就是这个 所以看到 曼城的进攻的功力 就不一样 也令到车路士 挺容易守 所以其实车路士今场波 防守的出息 再加上 曼城的一些中前上球员 表现 就是 水准以下 所以亦都令到 为何说 双方 咬住咬住 到很久 还是0比0 始终 这件事 不是 不是说 平时的 赛前所 预料的 这么一面倒 怎样怎样 当然 曼城始终 亦都是一个 比较 高一筹的 因为 他们的个人质素 他们把握到这件事 这也是 值得 让他们赢球得到3分 你看到下半场 曼城已经在 压制方面 尝试上去压制 用杜鼓 进来 但是 杜鼓进来 似乎比基利薯踢的时候 算是好一点 但是似乎 你说帮助大不大 就不算太大 始终你看到当迪布尼死火的时间 曼城的进攻仿佛好似 没有了方向 我敢说真的没有了方向 所以迪布尼的重要性是挺高的 车路士那边 是不是没有机会赢球呢 其实不是的 但是奈何 另一件事 除了曼城把握到机会之后 车路士输球的原因正正是你把握不了机会 车路士上半场 甚至乎去到下半场 上下半场都有机会 有不少机会 但是问题 一一租踏了那又怎样 是吧 最简单 你Jackson 这个已经是了 踢正箭头的Jackson 上半场 三番四次 是吧 应该是吧 上半场那一刻扭过炉门 接着又怎样 奥迪加出来 难得丹安都没有越位 奥迪加出来让你扭过 谁知道你扭过了 扭过了 额高头看到炉门口有两个 推幻了那个球 哎 其实某程度上 信心大一点 奥迪加出营的时间 直接送尾袋那里 机会也大一点 入球 扭过不是问题的问题 你扭过的话 除非要是很快加速 你不加速的话 别人的后卫都赶到来 是吧 调回到你单刀这样 趁炉门出来的时间 若然你觉得自己 如果你不是跑得那么快的话 趁炉门出来的时间 射回尾袋 那就更容易进入了 下半场也有个波 接鸣 忘记是谁的传宗 顶上去 又顶中了 在奥迪加那里 哎 杰森又是几下了 那么 其实车路士 这场波茲输除了 打压力之外 最后一脚的处理 是认真麻麻的 其实车路士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球员 如果以 技术 个人技术 速度 技术那方面 不会是特别差的 不是特别差的 有些球员甚至是不错的 但是 在脑筋上 即是有硬件 但是没有软件 在最后一脚的处理 仍然是差 除了杰森之外 马盗基是另一个 果然是车路士 这个真的是 哇 扔着这个波 你可以 有速度 放下去了 叫做有少少的脚法 就是吸着吸着 但是最后一脚 无论是传球质数 或是应该传的时间 你还要吸 不应该传 你先扔着球 你又跑去 斩过去 再不然 自己留在的时间 你又自己冲过去 没想过 怎样的 你这种踢法 你还想学人说 踢大会 我当初哪个人说 买马盗基 这已经搞笑了 这个马盗基 我真的看了这么久 整季 去到现在 两季 应该说两季 来了两季 看不到有什么特别 真的看不到什么特别 虽然说 他比杰森更坏 还比杰森 杰森 起码都说 始终有把握力 但是杰森 起码摆那些位置 足够劲力 跑动那些 都先赢了 你马盗基 你马盗基 算什么 两个斗 全球 就真正正的说 你的把握 你的决定 真差 输的球 也是车路士的 防守百物一疏 古古里娜 收入中间 这个球不可以怪他 收入中间 正路 但是 哪个 应该在左翼的位置 应该盖回来看 哪个 即是梅特力 梅特力去了哪 没有 空了 被惠罗到司会这样射 只要这么说 真是百物一疏 车路士这场球 这样输的话 也没得好说 只不过 别人把握到机会 真的那个级数高 比你 而你自己不是 没有机会 最惨的 而你自己把握不了 最后一脚 处理这么差 所以这场球的关键 可以说 总结了这场球的关键 胜负关键 最后一脚的处理 很坏 就是这么简单 哎呀 很痛坏 车路士 另一个焦点 就是 就是这场球倒戈的 高二扒马 其实这场球不差 不差 很多时候 基本上前场最大威胁是他 收到中间 这场球最主要是打个进攻中场的位 这个位置挺适合他发挥的 帮着球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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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彭马仔 假二时日 真是 你现在 越来越多的机会 给你看 再加上火候更好 真是可以成为 英超 一个 独当一面的进攻中场 前线球员 就是 也看到 车路士 就是 靠他 进攻靠他 不是没有原因 不是没有原因 他有质素的 这场球可以说 赞有口气 只不过最终赢不到 也没得很赶 就是 但是你看到 那些扔的球 拿的球 再分的球 那些意识 再走位 其实 在车路士来说 现在的前线来说 TOP 绝对TOP 就是有能力的 奈何他的队友 配合不了也没办法 他前线的队友 大家也看到 刚才说的那两个 配合不了真的没办法 但是 彭马仔金场球的表现 值得是掌声 就是 另一件事 曼城金场球 另一个可以说 焦点就是 哎 又有点争议了 下半场出来没多久 车路士有罚球 彭马仔射了 散中了人场 然后就出界 但是这个球 就一来球正给六门球 是吧 那大家已经觉得 喂不是呀 好像散到人的 但是 再看回慢镜 原来 难怪怎么这么大反应 因为散中的手 基利船 跳起的时间 这只手是明显伸了出来的 就是 当然你可以说 自然 自然动作 这些 很难讲 但是根据 根据 之前释法的 球例 这只手 离开了驱缸 被视为说 什么不自然 什么够的 就是那些 总之你看到这个动作 散到手里 应该被授与马 但是又没有了 又没有了 就是欧里华 就没有了 其实 大家也不用说 特别什么 特别觉得惊奇 英超球正 一直都有真意 英超球正 没有真意你才害怕 英超球正 就是 永远硬是 他们要做主角的 怎么也有真意出来的 这场球 又是这样 没有给12码 如果这个球 给了12码的话 那就真的 不同的方法了 当然你可以说 车路士能不能进 如果车路士 牌马仔射入的话 那就不同的方法了 整场球又是 另一个故事 曼城走掉了 曼城走掉了 就是 就是 欧里华 又 按钩地做主角 就这么说 Anyway 这场球 曼城赢了 其实 某程度上 最主要原因是 车路士 你怪不怪自己 那么多 其实他的机会 车路士反击的机会 还有威胁曼城的攻势 奈何 奈何你自己 这样糟蹋 当然 不要说 这个球 怎么进不进 但是 你自己也 白握不了 讲惊吗 哎呀 这搞定啦 搞定前线先啦 下下你不是 想着 还依赖 尼光股 不是尼光股 你虽然你买回来的时候 是预认了他 是会 就是 他是一个 主力射手 但是 这样伤法下去 不是办法的 经常伤 可以靠多久 所以 接下来 看看 怎样 怎样搞钱 好了 今集时间来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 有麻烦 放个like 和subscribe 这条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还有youtube 按个小钟 收通知 正常来说的新节目 和live 都会带出来通知大家 最继续 PATRIK 来源 的IG 因为逢今有新节目 和live 的预告 我都会放在IG 和IG story OK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